李文亮醫生的遭遇都不是 第一次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講真話 而是遇到不測的 只是在反右運動 裏面都要有數以十萬計的知識分子 講話是被人送去不大坊 死無葬身之地 共產黨欺騙人是由頭到尾這樣欺騙的 我們講去欺騙人 你想一想在這個五十年代 三面紅旗的時候餓死了三千萬人 根據統計 有人為了黑老毛毛澤東說我們豐收 老毛你知不知做甚麼 賣些糧食給印度 賣了之後才知道白骨雷雷 死了三千萬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大家都知道 那個未必是天災 就是八九六四 到今日 家屬說要徹查 列了聲明去上告 結果 結果就是家屬 受到折亡 再講 唐山大地震 1976年 死了二十五萬人 美國的遺跡說沒有理由 除非核爆 你又不是核爆 美國都夠膽說唐山沒有死過人 是要老毛死了 毛澤東死了才說唐山真的死了幾十萬 再講 民村大地震 豆腐渣工程 我們香港人捐了一百億 他有沒有徹查 沒有 徹查那位 譚作人判五年監禁 王琦 判這個七年監禁 就是他要追查 豆腐渣工程 民村大地震 民村大地震 每次都不查 自然這次都不用查了 非典 其實我覺得 我想起 有另一個醫生 我叫蔣賢永 他在2003年4月 看不過眼 自己寫一封信去美國的時代雜誌說 我是在軍醫院做的 我見證到 在北京 已經是有這個醫院的爆發 有交叉感染 然後 共產黨才不得不承認 而董建華 那時候的特首 就好像現在這個 林鄭 是欺瞞了香港人和全世界 令香港死了299人 是永遠不會 他們永遠都不會改正的 今天林鄭做的事和董建華有什麼分別 共產黨跟她說 你不可以封關我 封關就會 令到全世界覺得 香港都覺得你是逆國 要這樣由醫護罷工和其他國家陸續封 封香港封中國 才肯叫林鄭出來假猩猩 用半封關 各位 李文亮醫生 是在共產黨統治之下 屈死冤死其中的一個 我希望香港人要覺醒 今天做出來的怪事 林鄭故意是應該瑞絲蠻圓 但是共產黨在背後操盤 控制著是禍給全球 我希望不會再有更多的人死 希望香港能夠守得住 希望中國的老百姓不會數以萬計死